皇上 北方的戰士吃緊 可國庫的虧空 尚不能補齊 這軍饗 已經拖了七個月有餘 有多少 老奴查了查 也就不到三百萬兩 差多少 這 這三百多萬兩 也就是軍饗的零頭 這羊肉 即使沒有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他們願意賠錢 懂事 田大人請歐陽肺部蘇回大理寺 怎麼 他們又嚷嚷什麼 他们说 朱大人功德顺利 身体安康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金招 这天都快亮了 还在做卖呢 非贼色鬼 难不成是一国奸细 原来你们听得懂啊 押回去 好好伺候着 大家多留意 近日诸国聊过探子 进庆刺探君请 凡有嫌疑者 一个不放 是 断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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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这 大理寺诵诗断篮 他是金刚不坏之神 没分八彩 目若狼兴 头上掌角是度假生麟 断起案来 那更是神机妙算 阻止多谋 只怕当今圣上 都要夸他是个妙人 一派胡言呐 当今世上 想跟我们公子争妙字的 怕是还没出声呐 你这老头好大的口气呀 你们家公子算哪没从 也敢在这抽险呗 你们这些凡夫俗子 根本就不懂我们断送师的光芒 一个穷酸秀才 才破了几个小案子 就头上长脚度下生林 他以为他是马呀 气死老子了 老子今天非弄死你不可问 阁下的戏法儿当真是妙不可言 不过这弄局做人 和段颂师的质破棋案 怕是不能相提并论吧 你若这么说 我倒是想和这段兰 比试比试 看看是我涉局厉害 还是他段案经 是 阁下怎么称呼 这赌怎么个赌法 这赌注该怎么下呀 我会设下谜局 三日之内 若他破解了 便是他赢 若是他破解不了 便是他输 不过这赌注嘛 当今被圣上称为妙人的 只有一人 我若是妙人 恐怕这世上 容不下第二个妙子 小人不知国舅爷驾到 吃了礼数 罪该万死 这国舅什么来的 这是郑飞的胞弟 郑严 段颂师 有大麻烦了 公子公子 哥 外边有人说 国舅不服您左破大案 臭险拜 社下迷居叫你去 说 谁阴神这喵人 喵人 是什么 不知道 会不会是猫啊 人呢 是这金香毒坊的当家的 信胡名徒 这位是郑国舅的 正眼 郑国舅 这位呢 是盖子住地的 断篮 断 松石 我看 大宣你再啰嗦 你俩会收的 就是二人斗法 我们下场赌注 听我把话说完 听我把话说完 公子啊 这天下第一 送诞招事惹谁了 昨日啊 我收到那部消息 这位郑国舅呢 这回射的 那可是 一般人八辈子都猜不透的谜局 可是诸位也都知道 这位断送师呢 自打出山以来 那可是没有破不了的谜案 这次二人呢 可都是铁了心的要赢 输了 那可是要抹脖子的 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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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队队 本赌场决定 索性开个大的赌盘 上步封顶 下步射底 让各位客观多个痛快 我要五十两 我要两百 我要三百 我要六十 我要五十 我要三十 要一百 都让开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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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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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目张胆 当街巨躲 呦 穿一身白 该我这儿装什么蜡烛啊 是你打我 哎呦 公子啊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愿不愿意赌不就是咱们一句话的事吗 干嘛为手为脚呢 整个好像咱们怕他似的 木秀于林 风比摧之 什么意思 疼吗 汤 你敢还手吗 不敢 做人要学会认怂 大人哪 这上头不是说不查我们吗 尺度 尺度很重要 现在北方战士吃起了 同步出手来收拾你们 可你们这样明目张胆的 不是把大理寺 皇城寺都没放在眼里 再说了 这上面有上面的想法 下面有下面的作法 他不就是皇上的小舅子吗 一没纸 二没拳 干嘛怕他呀 凡事不要总录你的钉钩子想问题 国舅行事诡异多变 一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赌局 二 不知道赌注是什么 绝不是这个庙子这么简单 哎呀 输 我们输不起 赢国舅 更是死路一条啊 孔子啊 都怪你平时爱显摆 现在知道低调了 我高调吗 华众俱处 给我文字 小的愚钝 多谢大人提醒 那个 这样 小的愿意出一千两题大人下注 但至于 压谁输谁赢 还得大人您自己做主 压断栏 压断栏 祝大人 台缘广进 大人 多别量 小的愚钝 华姐姐 你搞出这么多蛋来干什么 你才能搞出蛋来呢 我还想问你们呢 摆这么多鸡蛋在院子里干什么 寄收博礼 雾爽赌局 正行 眼 正眼 看来这些蛋是国舅送你的定金了 花朴头也是为这件事而来吧 你毕竟是大理寺非官方送尸 国舅委托大理寺监管过去 等会儿 我家公子怎么就成了非官方了 玩儿 我要是输了的话 大理寺可以说我是非官方的 不丢面子 我要是赢了的话 大理寺也可以说我是非官方的 不得罪国舅 与我而言 最好的办法是 不应这场赌鸣约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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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走不走啊 走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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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去哄哄国舅爷 你怕什么 不是 花姐姐 不是我们怕 是驴怕 我们这是街头设下的赌局 现在你们大理寺也加入 那你跟我说你这里面没有画道道 我信吗 画了又怎样 赢了就行了 陈大人给我的一千两银票啊 这是要赌我赢吗 官惠民 我段某真是头一次听说呀 你要是敢出卖 我弄死你 华大人 轮不到您弄死我了 我估计我们都见不到陈大人 此树是我栽 此路是我栽 此树 此路是我开 此路是我 此树是我栽 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财 两个说个 搬个不子 你来看 只管杀 不管买 大哥我先 这 这 这个四万 这他妈的 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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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干活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几位 倒个腕儿吧 该你了 感觉你也是道上的兄弟 请问 追姓大名 心不更名 做不改姓 江湖人称不挣童子的 便是小爷我 踏炮铁鞋无觅一措 得来传目 费功夫 再来看 魏老爸报仇 我 你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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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丶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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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丶 duty Noto 这人是你大理寺接的 也是你大理寺丢的 斗法之事 现在可是闹得沸沸扬扬 满城风雨了 可这段兰现在却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倒是想问问欧阳飞 你们办的这是什么差事 我家陈大人跟国舅爷的关系 自然是好的 但是我们大理寺 一直办的都是官家差事 这一次为了您的私人赌局 我们飞补府都开始 给国舅爷坑场子了 想来郑飞娘娘一定是在皇上面前 说了不少国舅爷的好话 要不然在京城团下这么大个赌局 怕是一定要掉脑袋的 公子 要不咱们还是走吧 别被别人发现了 我段兰要是想逃跑的话 谁能抓得住 噓噓噓噓 还是逃跑 是谁啊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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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是在看我吗 放肆 国舅莫怪 下官知道 国舅有国舅的道理 皇妃有皇妃的道理 皇上自然有皇上的道理 可是总得知会一下大理寺 让我们下面办事的人 好办得明白 国舅爷 外面有一位叫段兰的书生 在门口求见 稀奇啊 真稀奇 今天应该不是端午节吧 怎么包得跟个粽子似的 段宋师如此举动 定有他的身影 您是国舅爷 就不要虚了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宋师了嘛 我们没有资格跟您赌呢 哪里哪里 你段兰可是当今第一宋师 我乃当今第一妙人 你和我比起来 绝对够资格 您的第一是圣上御赐的 我的这个 就是混口饭吃罢了 你若赢了我 圣上也封你一个天下第一的名口 从此家官尽爵 衣食无忧 岂不是更好 对 国舅爷恕罪啊 段某实在不敢跟您赌啊 娃儿 哎 走 好的 等等 嗯 其实从段某的内心当中 还是十分敬仰国舅爷的 要是能通 国舅爷鄙视那么一把的话 此生无憾 怎么 这么快就想通了 约在何时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夜害时 还请段宋师 准时前来赴予 如果你有 一百二十万两 你就可以 富甲一方 吹金穿玉 肥马青球 去教其美女无数 嘿嘿嘿 可是突然有一天 一个人 把这一百二十万两 都给你夺去了 嗯 你怎么办 嗯 不要可是 那你不妨 彻底毁掉国舅之约 试试那些 门眼冒雪的赌棍们 会有什么粉 不妨跟你明说 据我所知 十大赌坊的盘口 都是上过封顶 现在压进盘口的银 两七七八八加在一起 也有一百二十万两 你要是不入局呢 那些红了眼的赌徒 要命是轻 错骨扬灰 也不是没可能 完全是官家的霸王条款 你有问过我 你有问过我 事到如今 两害取其轻 段颂诗 你是选半条命的路 还是死路呢 这就看段颂诗 怎么决断了 怎么决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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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不是问我 如果有人抢走我一百二十万两 我会怎么办吗 别说一百二十万两 一十二两 我都弄死他 死就死吧 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未曾有人 在我临死之前 流下一滴泪 段颂诗想的都是些莫名的悲伤 不管怎么样 早去早回 我送 我送 加油啊 孙兮 加油 孙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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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孙兮 加油 孙兮 加油 孙兮 我支持国重 大叔 大叔 快 快 阿宗 孙兮 拿着 孙兮 来 孙兮 好 来啊 孙兮 来啊 孙兮 来啊 孙兮 来啊 公子 这边 来 给我 来 您没事吧 老红了 这眼神儿腿脚都不挤了 要不歇歇 离这儿不远了 公子 你先走吧 老人家 别闹了 别闹了 不会有鬼吧 不会还有个白的吧 不好意思 郭九 你现身吧 你三番五次的耍手段 我 我段某瞧不起你 你要是再不现身的话 我就告辞了 老红 老红 去哪儿啊 一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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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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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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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公子 公子 你醒了 来啊 把嫌犯断篮给我诉处拿下 是 卫姐姐 花姐姐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下跪何人 我呀 跪下 我是谁 您是陈大人哪 我问的是你 陈大人 不是 您怎么不是 陈大人 快收 草民 我蓝蓝 灰州人士 自幼失事 若贯失户 家定四年轻 我中了秀才 陈大人 不 你这是要 陈大人 大底四的七十二大型 难道只是摆着看的吗 娘娘责怪的是 来啊 左右大型伺候 娘娘 娘娘且慢 娘娘大人且慢 小生我想起来 我在这儿是因为我 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啊 我的梦是 我梦见了国舅正眼 告诉你也无妨 正眼已深孤 那太好了 这就 国舅深 国舅深孤和小生的梦 这就 这就对上了 你梦见什么 我梦到了国舅爷正眼 他的脑袋 开花了 开花了 好大一朵花啊 不知你 如何解释这个梦呢 梦 这场梦就是 段某与国舅爷较量的那场 谜局吧 梦 即是局 局即是梦 国舅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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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出来吧 你输了 来啊 穿个拢子 大人 小人已经艳明 这眼却系伸手异出而死 大人 这不过是淘汰李江的伎俩罢了 晚上科府亲自验尸 那是什么 确实是本宫包地 我已经亲自确定过了 杜兰 在国舅府上 你昏睡不醒 而正眼的尸体 就与你七尺不到 大人 国舅爷的死还有诸多的疑点 首先 我与国舅爷是因赌局出使 我何来杀人的动机啊 这七二 府内后花园空无一人 谁能证明国舅爷是我所杀的 这七三嘛 我断某手无腹肌之力 我是如何杀的人 凶器又弃在何处呢 更不用说我满节的粉丝看到我一个人进了政府 就算国舅爷是我所杀 我为何要留在现场徒增嫌疑呢 娘娘 您看 娘娘 国舅爷的死 背后一定藏着更大的阴谋 三 三天 三天之内 段某逼迫此案 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到凶手怎么办 那娘娘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三天违宪 立下生死状 如果找不到凶犯 我要你与我胞弟陪葬 大理寺飞捕 全程协助破案 皇城寺监查 废堂 您惹阎王爷 不惹皇城寺 您没有把握三天破案 为何还要夸下海口 要郑妃娘娘请皇城寺来建案 现在是能夺活三天是三天哪 此处只有你我 你是不是对案子有了主张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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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在这儿 不愧破坏现场吧 我昨晚陷入的幻境 不会凭空出现 一定是某样东西造成 我记得我昨天从这儿 走到了这儿 我摔了一跤 哎呀 东西就扔在了 这个附近 这个吗 哦 华姐姐 不要啊 我喘不过气来了 别 别换姐姐 换姐姐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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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心 一切都为了破案吗 接下来做什么 嘿嘿 老板 看看书单上的书全不全 官爷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有两本是明天到货 其他的都全 都全 我现在再炫了 我会让他 请记得 我这样 我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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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怎么样啊 这书里面并没有详细的技术 说明这个民要的来源 还谁啊 换个思路 这么演员要是死了的话 那赌局也就散了 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就这儿 就这儿 那进去吧 段宋师 你要还我的钱 我扣我了 你也不看看这件事 可是我的命啊 我的肉啊 您就把我们当活个屁 别跟我们一般见上 松开松开 过来 你磕死了国庆业 烂了剧 害得老娘白哗哗的人 我磕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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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大人快救我 我怕飞雪年纪私情 你要看好段来 有线索及时向我禀报 是 您二位 是招啊 还是招啊 妈妈 我不活了 还我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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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不要脸的 你个贱人 还我的钱 大人你手前饶命 我 我 我招 招 自打那日 小的拿出一千两 给大人下注 押断送石营之后 恭喜豪客爷 贺喜豪客爷 小的勾兑完了 您这一百二十万两啊 我们京城十大赌坊联手 哎 能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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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好客爷 您还没说 这国舅爷跟断送石 您赌谁赢呢 谁的赔率大啊 国舅爷这边 押一赔二 断送石那边 押一赔一 这至于谁多吗 小的认为 虽说国舅爷这边赢面高些 但断送石他 自 要是赌他们俩散局呢 押一赔十 就赌他们俩散局呢 哎 您发财 哎 发财 小的心想 我是眼睁睁的看着 断送石进了国舅府呢 可打死我也没想到 这国舅爷被害死了 可怜我们京城十大赌坊 这现如今 已然比洗过了还干净啊 平日里 寻常人等赢你们一百两 你们都千般推脱 这一千两百万两 你们倒是掏得痛苦 大人哪 您是有所不知啊 那汉子 他可是要了我们十家赌坊的 掌房夫人和孩子做宝 这 这少一两 就多一根手指头啊 那人长什么样 一直穿着一套洞帽披风 看不清什么样子 你们为何不报案 谁敢哪 大人 那人 他前日就拿到了我们十家赌坊的银票 这 这金城 才将我们的夫人和孩子 还了回来 那个披风怪把你们关在哪儿了 月来客栈 月来客栈 周安 您慢点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你还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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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不大人 非不大人 里面亲 里面亲 这几天有没有见到一个男人 带着多个妇女来住店 一个男人 多个女人 大人我们是正规点 正规点哦 到底有没有 有 在哪儿 周乐 那人长什么样 哪个人把他带着卯独的披风 没看清楚他连张的啥子样子 离害时还有一炷香的时间 那段兰抄起八十二斤大刀 一刀 就把国舅爷的脑袋给缓下来了 合 一刀八十二斤大刀 两点 一刀八十二斤大刀 一刀十二斤大刀 四十二斤大刀 一刀八十二斤大刀 一刀八十二斤大刀 你 都是你 都是你害得我们 输光了所有的钱 兄弟们 给我弄死他 弄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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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啊 我是朝廷侵犯 谁敢动我 欧阳大人 轻功了得呀 厉害 实在是厉害 大胆 何人再次故弄玄虚 邀大人前来 只有要事相伤 不知大人是否敢进妙一序 一个嫌犯 怕你不成 抱歉呗 在 边缘我 没问题 可是杜拽皇亲国戚 这罪名可就大了 在下立誓管住这张破罪 再也不敢搬弄是非了 还请朝廷侵犯恕罪 跟你打听一样东西 什么 神龙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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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成神龙迷障 据江湖密新传人 他能够神龙魂魄 是能够引人入幻境的天下第一迷幻药啊 脑袋都快响 漏了我怎么就漏了他呢 天底下除了慎楼门的患事 只有我包大廷一个人能认得出来的 厉害 可有解药 没有 除非你没闻到 否则你武功再高 着了此道 也是无药可救 你快响 我看看 你脑袋的 边弯 从 battle 从阻尼湖上 你就可以帮你 你脑袋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是什么人 黑骨大人果然是胆破非凡 你难道就是赌他俩散举止 谋杀皇室 陷害段兰 你到底要做什么 此次前来是给飞骨大人多句话 你是正眼 我很无相识 是不是正眼 大人不无意在 一切原委尽在其中 大人看过便知 目前此案已可确定 应是那个吉祥赌坊的不速之客所为 他隐一搏实 赌国舅与段兰的斗法成不了局 当日国舅便遇此身亡 随后栽赃段兰 混淆是厅 暗中拿了银子顿去行计 现在飞雪姐姐去追捕凶手 尚未归来 但至少可以证明段兰 绝非凶手 我知道你们想维护段兰 我请问你 若是那个不速之客将斗法设为散局 何必不杀了手无腹肌之力的段兰 反而要到深宅大雅中 去行刺武艺精湛 护卫如临的正眼 这个 段兰现在何处 黄承司的侍卫正盯着他呢 今日害时便是生死状的最后期限 你火缩过去 看看段兰师父的还在 大人的意思是 段兰要逃 上面的异器 大人不会不记得 此番略施手段邀大人前来 便是要维持自施 切不可走路半点 行事当中若有差距 其中包含只能 都将万简的死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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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之县就要到了 娃儿 什么时辰了 增济虚实了 公子 是该见识真相的时候到了 我认为心肢能有油 水 水 空中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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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王 公子 射 盘 射什么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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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 板块 石头 板块 好嘞 石头 行了 还未打海誓 回去 来兮 田园江湖 何不畏 你要干什么 此处只有你我 你是不是对案子有了主张 现在是能多活三天 是三天哪 可惜未曾有人 在我临死之前 留下一滴泪 段宋师想的都是些 莫名的悲伤 不管怎么样 早去早回 早去早回 我怕黄泉路上太黑了 没有光 看不到彼岸花 看不到彼岸花 你呢 你是不是在几个月 我好想的 你是不是在这儿 你是不是有了主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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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大的案子都跑不掉 速速寻回 短蓝也许还有一些升级 龚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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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大人要问你话 你会如实回答吗 大人 我就是骗我们家公子 我也不敢骗您啊 你跟段兰傻的那个把戏里 那七个强盗 是从哪里招来的 他们都是我们镇上的乡礼 有猎户李二愣 耍口机的王岐 然后兰电燃坊的张宝 编析法的许盛财 绝对不可以伤花姐姐分好 不然我跟他们的烟 就是他放的 我发誓 我跟他们之前交代好了 来 公子 公子 好 没事吧 好 快进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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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走 公子 我们是不是抛错方向了 那你是不是有新的主意了 我饿了 饿了 饿了 公子 公子 难道你真的想葬身于此 这烟 不会是段兰在做饭吧 不会 他没那么蠢 要是在有点远就好了 公子 公子 我们刚刚是在逃命吧 我怎么有点不确定呢 逃命啊 吃饭 不吃饭 饿了 怎么逃啊 可是我们刚刚才跑了半个时辰啊 那我饿了有什么办法 公子 你这么跑的话你会死在这儿的 他吃饭了 我饿了 花姐姐 你别打了 工作已经死了 段兰 跟我回去 你若执意再逃 就真罪无可恕了 你还装 你还罚了 有什么事情 你还把人帮执行 一个人帮出 但是你不能执行 育副大人 比起来 你们就在顺便 你家公子 留下过什么话没用 我记得我家公子曾经说过 万一他没了 直接送回老宅入土 不要等什么投机 不要找和尚道士超度 放言话 都是你请来的 兵姨 不是 他们都是我家公子的老乡 听说公子土糟横荒 过来一直帮城帮城 还是送我家公子最后一程 还未请教几位的尊姓大名 卫部大人 他们都是乡下人 未见过您这么大的官 有点储瓜子 我来替他们说吧 这位 编析法的许盛财 这位是王 刷口气的王福 还有杂货店老板 李白强 给你了 这是张宝财 南电燃坊的张宝 这位 郎中王奇 还有渔夫韩威 有猎户李二愣 如果我要是被迫参与赌决的话 你们就准备淘宝的东西 我会拿书单过去 我要是准备好的话 书就是齐的 如果没准备好的话 就少两本 官爷 只有两本是明天到货 其他都选 行吗 玩 记得拿书 我去读法 我去读法 这么烂 段兰 你泉下有职 这么多香气替你送行 你也该喊笑九泉 乡里们 断岚这里 就有劳大家 哭什么呀 段公子 是不是被你那一脚踢死的 踢死就踢死吧 他要不是自己作死 何至于这样白白送了性命 好了 哭一哭 也算对得起他了 我们没有资格跟你 完全是官家的霸王 你疯狂我 我不如一死了之算 死就死吧 我有点啊 我还不得我 我还不过 他赢死我 就过来 我去 England 我去那天 我去你 我去你 那天 我去你 都乱 我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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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轮 转轮 哇塞针呢 你胆子真是不小啊 就不怕我杀了你 先生要是想杀我的话 我早就一命无忽了 何须等到现在呢 要我说呀 你本来可以逃之夭夭的 然后找个杳无人言的地方 踏踏实实过自己的小日子 为什么要一直在这儿等我 难道真相对你就这么重要 逃之夭夭 先生认为我 还有棋身之处吗 我断眸只想在临死前 完结我与先生 当着在说书馆立下的赌约 毕竟 一切因此而起 好 我就完成你这个将死之人的心愿 当日的赌局 今天应该有结果了 你一定会有结果了 我还会有结果了 你还会有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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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国舅 我是国舅 那身手益处的 又是谁啊 也是国舅 两个国舅 这话说出去 谁能相信啊 更何况是从段宋氏嘴里说出来 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久闻圣楼门主拓跋豪大名 断满流离了 连我的身份都猜出来了 说说你还知道什么 据江湖密新记载 西域有一只部落叫做 德鲁伊 大唐年间东渡 后与我华夏融合 德鲁伊不足以戏法 换彩 占卜业为首 罢了罢了 但凡是行内之人 都知道这些 还有别的吗 战乱之后 德鲁伊族人或惨招杀戮 或逃回元旗 只有极少数活了下来 卡文为谋生路 自结了一个组织 名为圣楼门并自称幻世 幻世幻生不只是一楼 而是将自身完全换作他人 丝毫不差爱 众生乱象 左看 非所是 我圣楼门 也不过是沧海一宿罢了 那日楼主 化作正眼 涉据与我斗 而现如今身手异处的 却是正眼的原身 经过这一场浩劫 世上再无正眼的这个人 门主为圣上立下如此大功 国舅也死得齐心 实在是了的 连如此谜局 都被你识破了 不愧是天下第一宋师 什么天下第一宋师 圣楼门主 你我不过都是为圣上 做局的棋子罢了 如今国库亏空 北方战士吃紧 京城十大地下独场 层层包庇履禁不住 各个敛财无数 圣上一时二年 设下如此天大赌局 稳稳的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入账 既充盈的国库 又打击的赌场 只是可惜 可惜 可惜了妙人国舅 普天之下 皆为王赌 四海之内 皆为王臣 正眼都是棋子 你和我之间 没有什么不同 我段某才不要做棋子 即便是一个过河的祖子 他也该有他自己做人的尊严 棋子就是棋子 多说无语 可安贴命吧 可安贴命吧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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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欧阳飞博 你这是干什么 密令你不是没看到啊 为了区区一个断丸 违抗圣上的旨意 执马 来都来了 打都打 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 你这是不忠不义 国库空虚 君资不足 那都是贪赃枉法 忠报私囊的朝廷败为所谓 支社如此赌局 匡骗银两 想必也解决不了国之根本 你们这些渗罗患事 也就是蛊惑圣上 暂解燃眉之急 可要真等到大厦江青之日 你们倒是可以随便变个什么玩儿一走了之 可圣上呢 大宋呢 此生身为慎楼患事 这是命 终人之事 这是运 命乃天运哪 传圣上 圣上口约 主 圣楼门主 断兰 即刻赶往大理寺听审 清辞 看来圣上不想再失去一个妙人了 案情已然分明 罪犯拓跋好 未营赌局 刺杀正严 人正物正俱在 案犯供认不愧 大阳 将拓跋好打入死牢 求后问斩 是 大人 大人 拓跋好 曹大人来见你 兵部 刑部 大理寺 多多少少还和这事有点关系 怎么偏偏派了个礼部侍郎来呀 班师我大宋的超臣 借有位圣上风游的职责 今天我来支传圣上的口谕 这 申龙盟主 转职待命 曹大人是吧 是你了 我那两日躲在屋里 要不是你帮忙做掩护的话 歪派的肯定没有机会跑出去找乡亲们帮忙 做炸死的假局 有人说 我那天假死之后 你流了一滴泪 风太大了 眼睛里浸了沙子 你干吗 你干吗 好 我想再看一次 好啊 那你再死一遍 那你再死一遍 还装 疼 灯兰 真的 好冷啊 灯兰 会没事的 我能救你 我一定能救你的 灯兰 你流泥了 灯兰 你会叫我流泥 我心疼 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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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经过 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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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说飞幅大人那天公子了 你们都看见了是不是 对啊 对不对啊 公子 公子 这回你看见了吧 这回你总该相信了吧 公子 公子 我其实就是想 现场应该不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